禅病不一定要静坐,但是要有静坐的基础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静坐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好处。 它能促进身体的健康及心理的平衡,能使我们减少执着,也能使我们的头脑更冷静,更清楚,再进一步,便能产生智慧,开发精神的领域。 可是从禅的观点来看,若无佛法的指导,由静坐所产生的智慧仍然是带有烦恼的。 由于她的自我中心还在,一旦遇到跟她自己有冲突的人,是,颈悟之时,她的内心就会痛苦挣扎了。 静坐应注意的事项有三冒号一掉身,二掉膝,三掉心。 所谓掉膝,是指正确舒适的坐姿,以及静坐中的身体反应。 至于掉膝,是指呼吸,可随着个人病例的深浅分为四个层次,鼻息、腹息、胎息、归息。 鼻息是使用鼻孔出入的自然呼吸。 腹息时,空气虽然是由鼻孔进出,可是不注意鼻孔。 也不感觉到适用鼻孔呼吸,而仅是腹部起伏蠕动。 所谓胎息,是不用鼻孔呼吸,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能成为呼吸器官。 此时的大宇宙即是母胎,自身是胎儿。 归息则自己不需要呼吸体外的空气,甚至心脏也停止跳动。 此时修行者的身体已能独立自成一个宇宙,用自己体内的气或能来运行。 自己自足,不必由体外提供空气或养分。 至于如何照顾心念? 一般是以止观的方法来设心凝念。 使用树呼吸、观身不静、念佛、礼拜、静坐、冥想等方法,均可达成目的。 静坐的主要目的,在于集中散乱的心,使它渐渐变成统一心。 通常人在得到心的统一之时,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自我而达到了无我的阶段。 其实那只是静坐的层次,或是定的层次。 定的经验也有高低。 故有四禅八定之分,但都不出于统一心的范围,而且尚未达到极于无心空会的实证。 从上述可知,如果是用中国佛教禅物的角度来看,定的经验,未必等于禅宗的禅定。 那么,什么是禅宗的禅定呢? 六祖慧能大师的谈经说,外离相极禅,内不乱极定,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。 接触诸种外境而心不乱,于念念中,自见本性清净。 可见禅宗的禅定是在清净的智慧观照,不在于统一心的定静,因为弱住于统一心的定静,依旧未离执着。 而所谓执着的意思是什么呢? 就是当你面对任何人,不,是的时候,首先强调我看到了什么,而加进价值的判断,那就是执着。 那么禅的所谓不执着是什么呢? 任何一样东西,任何一件事情,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,他自己不会加诸任何意见,而对方所需要的东西,却恰如其分地给了他反应。 在涉及亲子关系,男女关系及财产的问题时,最容易使我们感到自我中心的执着,其次就是名誉和观念。 对于修行者而言,最难化解的执着是感觉到自己有自我的成就,自我的经验。 他可以什么都不要,就是无法摆下自我的观点价值和经验价值,所以尚有焦慢心。 因此凡是有自我存在的价值肯定,便是没有真被解脱,也没有真正完成无漏的智慧。 禅宗在开悟的时候叫见性,见性以后要保持它,要增长它,所以还要悟后起修而来培养它。 虽然禅宗强调开悟以后他的见地就跟佛完全一样,不过他不是佛,就好像藏地人修行,把自己本身观想做自己就是本尊,可是即使修成了,本尊还是本尊,他还是他。 不过比起修行之前,多了些慈悲心。 所以中国的禅师在没有开悟以前要好好地修行,在开悟以后,要去找更好的老师,只有开悟以后,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好的老师。 然后,自己还要加倍地努力。禅,并不一定要静坐。 所以六祖谈经说,此门坐禅,远不着心,亦不着静,亦不是不动。 又说,有人教坐,看心观境,不动不起,从此至功,迷人不会,便知成颠。 六祖是主张,定是会体,会是定用。 即会之时定在会,即定之时会在定。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六祖会能大师静坐的修行过程,六祖以后的第二代怀让禅师。 看到第三代马祖道义禅师打坐的时候,还说了个比喻,坐禅的成佛,岂非魔砖能坐静。 不过,从许多禅学记载中,我们看到许多禅宗的祖师们也要打坐的。 在马祖的弟子百丈所立的清规中也有坐禅记久的记载, 只不过不重视打坐,而是把日常生活里的任何一个时间,任何一个动作,都认为就是修行。 我们看到百丈禅师的生活原则,魏剑齐记载一天要打坐多少时间, 而道曾说一日不坐,一日不时的文字, 纳吉表示他的主要修行就是上山出坡,下田耕坐。 其实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如此。 在还没去见五祖红忍以前,他是个打柴的人, 见了五祖之后,也没叫他去打坐,反而是让他到厨房去装迷。 我们必须了解到,当他工作的时候, 他的心经常是在一种非常稳定、平静、冷无情绪波动的状态。 这样子的人,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开悟。 但是,也必须要有观念的引导。 慧能大师真正开悟是听到了金刚经, 使他能够发现所谓执着与不执着, 我和无我等相同与不同的地方。 由此可见观念还是很重要。 虽然禅宗讲不立文字, 他的意思是说不可以执着语言文字, 但是还是需要从语言文字中得到消息, 得到正确的指导, 名为极教悟宗。 如果六祖没有听到金刚经应无所著而生其心的经句, 他不会开悟。 如果他紧紧抱住, 执着金刚经的那句话, 他也不会开悟。 所以禅宗把金交的作用比喻为以指标月。 如果没有手指, 迷人便不知道月亮在那儿。 如果迷人只顾看手指而不肯看守所指的月亮, 手指变成无用。 如果迷人以寻指见月, 手指也不再有用。 由于一般人无法把心静下来, 就是能够安静, 也很难经常安定, 所以仍需静坐。 也可以说禅物并不一定要静坐, 但静坐的定力有助禅物, 不过仅仅是静坐, 也无法获得禅物。